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全球视野 我是奥雪 今天是美东时间7月4号星期四 这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余茂春表示 若中共犯台 美对其打击是毁灭性的 钢果金矿预计 6.中国矿工丧生 有人被绑架 以离冲突再升级 哈马斯提出可行停战反馈 美国对中方运动员涉兴奋计案 展开刑事调查 莫迪尚核峰会案批中八 印中外长谈判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 来自美国德州的李先生 希望他的经历 能给大家一些启发 两个月前 李先生在油管上 看到健康520的广告 决定给他高血糖的太太 试试三高代谢宝 接下来我们听听李先生怎么说 因为我太太的 卖给我太太吃 那你太太现在吃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因为过几月了 两个月左右 她的糖分是很高 7.1 她没有吃药的 后面就见广告 这个YouTube 你看这个 希望之星 所以我来买回来给她吃 她吃之后比较重量一点 吃了十二 吃了一个月 现在落到6.4 这是A1C 量过A1C 糖的指数 早上是早上量 以前7.1 她吃了之后大约一个月 再量过6.4 落到几好 所以继续买给她吃 有一些全部都不是我买 只有一份是帮朋友买的 那你太太其实是吃了一瓶之后 是不是那个血糖化指数呢 就已经降了 不止一瓶 好像两瓶 两瓶之后才有明显的降 是的 一个月内 一个月内其实就降了 那其实效果挺好的 效果挺好的 所以现在我叫她继续吃多一个月 这样之后 就要减多少 不需要吃那么紧要 是啊是啊 如果正常回学的时候 你就可以正常补健食 你介不介意说一下 她的年纪有多大 比6啊 落6 这段话让人觉得很高兴 短短一个月 李先生太太的血糖就降了下来 希望李先生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鼓励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也在为高血糖烦恼 可以试试李先生的方法 或许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管理方式 最后提醒大家 无论使用任何食疗保健品 最好先问问医生 确保安全和效果 好了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 4号是美国独立纪念日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指出 如果中共武力犯台 美国对中共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台湾也有摧毁中国大陆的能力 余茂春曾以美国海军官校教授的名义 加入美国的高级军事代表团 参访中共军队 一位权力很大的政委透露 中共军队自认其最大武器 是对中国共产党 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绝对忠诚 余茂春表示 很多中共军队的系统 吹嘘自己的作战能力 跟大跃进时候的亩产万金 没有任何两样 它政权的性质就决定这样子 中共各军种虚报预算发展武器 实际中国发展的很多武器 跟现代战争没有直接联系 砸大钱却无用 航空母舰就两三艘 没什么远航能力 远比不上美国 全球作战意识也很弱 不过余茂春说 中方在太空电子战方面有长足进步 但和美国还差得很远 美国打了几十年的仗 对自己兵力的投入 战争的实力非常谨慎 但是中共是一个非常喜欢吹嘘 非常要面子的国家 它如果真正擦枪走火了 面子收不回去的话 会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造成巨大的损失 美国跟中共讲得很清楚 对台湾进行军事侵犯 美国对你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对你造成的后果也是不可估量的 余茂春指出 台湾也有摧毁中国大陆的能力 中共若用远程打击能力 对台湾的军事设施 社会人文中心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但同时自己也完蛋了 这就不叫胜利 全世界都认为 打台湾只是中共侵略链的一个开始 打台湾后 中共可能向印度 越南 日本 菲律宾发起一波波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 全世界对中共攻打台湾的军事挑衅 以非常严肃的态度视之 对一个青眼打仗的国家 怎么对它进行一种心理上的遏制 这是很重要的 而中共对台湾的战略最怕印度 越南 日本等国对它的骚扰同时进行反击 它将应接不暇 余茂春提及 赖清德总统就职三天后 中共就对台进行两天军演 当时他人在台北 没感觉台湾人在意军演 中共也不敢来真的 那个军演连实弹也没发 就是走走过场 他说 过去 中共对韩国地区导弹防御部署的施压 比现在对台湾压力更大 韩国政府没有被吓倒 他就跟日本闹不合 日本也顶住了 他现在去欺负菲律宾 完了之后就去欺负印度 中共就是欺软怕硬 余茂春担任特朗普中国顾问时 最出名的是 提出区分中共政权和中国人民 他说 中国人民跟美国人民 在很多想法和根本利益上完全一致 但中共把民间交往的渠道和机会 全部垄断进行管控 使中美之间很多关系走向了邪路 包括技术交流 教育交流 甚至像大熊猫交流 都被政治化 意识形态化 一旦民间交流 中共就暴跳如雷 说搞颜色革命 因为中共惧怕外界看穿 其政权根本利益 跟中国人民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 甚至是对抗的 余茂春说 中共经常拿什么就说是 中国自古以来不可侵犯的领土 折腾已几十年 如今国际法已裁定 用历史关系界定主权是不能成立的 台湾的主权意识跟历史没有必然联系 台湾已发展成跟中国完全不同的国家 中方近年陆续公布反间谍法 反恐怖主义法 反外国制裁法 改打法律战 余茂春分析 中共利用法律战的心理效果 事实上它是依法整人 当年德国纳粹也以纽伦堡法 戒定民族的纯洁性 令人发指 中共靠党的命令就能快速立法 现行的寻衅滋事罪 反分裂法等 都是以法律的幌子实行专制统治 4号消息 刚果东北部一座金矿遭到民兵袭击 造成6名中国矿工和2名刚果士兵死亡 刚果地区矿产资源丰富 然而地区暴力事件频发 最新的袭击事件反映出当地动荡局面仍在加剧 刚果民间组织4号表示 袭击发生3日 甘巴拉村和附近伊图里省的布兰凯特营金矿遭遇严重洗劫 名为刚果民兵发展合作社的组织 声称对这起攻击负责 当天该组织成员纵火焚毁附近住宅 并且袭击金矿 首位金矿的组织是扎伊尔民兵 当地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巴斯洛科指出 袭击者杀害了6名中国矿工和2名刚果军人 掳走另外矿工 其中包括中国公民 目前失踪者的下落仍然不明 刚果当地矿井有许多中国投资因素 而对于不同的民兵组织构成的 刚果发展合作社来说 矿井是常见的袭击目标之一 刚果发展合作社发起了野蛮袭击 非洲恐怖主义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 该组织在截至2022年的4年期间 造成1800人丧生 500多人受伤 对于刚果金矿袭击事件 中共外交部城对其强烈谴责 正在与刚果政府沟通 找回失踪的中国公民 有网友讽刺说 快去找战狼吴京 展示一下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说好的虽远必诛呢 也有网友表示 为什么国内国外的袭击 都是中国人丧生 中国人的命砸这么惨 以色列空袭 3号击毙黎巴嫩武装团体真主党 南方AZIZ部队高阶指挥官 为进行报复 真主党的攻击频率再次升级 4号当天 该组织派遣大量炸弹无人机 发射了超过200枚火箭弹 袭击以色列军事基地 迄今为止 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 已经发生了超过7000次攻击 人员损失为1比27 摩萨德情报指出 作为真主党身后的主使 伊朗在叙利亚拥有 约4万人的圣战部队 以及伊拉克什叶派部队 这些部队都对真主党起到支援作用 4号晚间 以色列安全内阁召开会议 此前该国批准派遣代表团 参加新的人质释放和停火谈判 白宫在4号当天 获得了来自以色列的决定通报 在重启谈判之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强调表示 加沙战争只有在实现所有目标后才会结束 而不是提前结束 政府方面通报指出 在听取以色列意见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称 欢迎总理决定授权他的谈判代表 与美国卡塔尔和埃及的调解人接触 以努力完成协议 目前以色列收到了一份哈马斯政府提供的停火提议 匿名的知晓谈判情况的美国官员表示 哈马斯的最新提议包括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 它可以有助于推进谈判 这是一项真正有机会实施的协议 尽管这些条款并不容易 但他们不应该破坏停火交易 美国官员指出 拜登对内塔尼亚胡授权团队参加会谈感到鼓舞 最新的协议取得了一些突破 不过与协议执行相关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预计几天内不会完成释放人质的停火交易 目前为止 加沙地区仍然有116名被绑架的人质 哈马斯的最新让步 反映出该组织仍然有想要达成协议的想法 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3号表示 哈马斯的最新反应足够积极 使谈判在几周的僵局后能够取得进展 而美国的消息人士指出 哈马斯现在更接近接受调解人推进的三阶段框架 但双方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在哈马斯提交协议建议之际 以色列在加沙北部南部和中部的作战仍然在持续 4号以色列表示 在过去一天里 以色列的战斗机和无人机 袭击了加沙走廊50多个恐怖组织的地点 地面部队仍然在加沙城 拉法和加沙中心推进 一些部队消灭数以十计算的哈马斯成员 反映出双方的实力差距仍然悬殊 Kennews报道称 在最新的协议中 哈马斯向以色列提出了 撤出拉法附近费城走廊的具体要求 作为达成协议的第一步 国际泳联4号称 美国官员因兴奋剂丑闻 对中国游泳选手展开刑事调查 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介入 目前为止 中共国家游泳队的多名队员 仍卷入兴奋剂丑闻 自2021年 违禁心脏药物 驱美他勤 检测呈阳性以来 这些游泳选手一直受到批评 而世界反兴奋机构 最终批准运动员参加东京奥运 上个月 中国游泳协会选拔了部分运动员 参加2024年奥运代表队 游泳选手正准备本月稍晚些时候 前往巴黎参加比赛 4号 世界水上运动总会透露 其高级管理人员已被勒令 参与美国对23名中国游泳队员案件的刑事调查 预计该组织成员将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游泳选手赢得了三枚金牌 而在几周前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称 大量中国游泳选手的检测呈阳性的原因 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于无意中的污染造成 相关说法遭到外界强烈质疑 目前为止 中国方面的调查并没有显示潜在的污染来源 美国方面要求彻查大批中国游泳运动员 可能涉及要减阳性的问题 美国众议院中国委员会5月21号 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根据联邦法律调查此案 而美国传奇游泳选手迈克尔·菲尔普斯 上个月在国会委员会作证 听证会上提到了正在进行的案件 菲尔普斯表示 运动员们已经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失去了信心 因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是负责阻止作弊者参与体育运动的关键监管机构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员 拒绝参加5月听证会的邀请 并且坚称美国展开后续调查是不合适的 带来域外管辖权扩张问题 在巴黎奥运会前夕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执行长 泰加特向美联社表示 联邦调查局对于兴奋剂案件的调查仍在继续 他举例说 美国将依据罗勤科夫反兴奋剂法行事 这是2021年在运动员 体育界和多国政府的广泛支持下颁布的 因为在放过大量阳性中国运动员参赛之后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不值得信赖 不能作为一个强大公正的全球监督机构 来保护未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和公平的体育 预计美国将于洛杉矶举办 2028年夏季运动会 这将是自1996年亚特兰大举办奥运以来 夏季奥运会首次在美国城市举行 此外 美国犹他州的盐湖城 计划主办2034年冬季奥运会 印度总理莫迪今天由外交部长苏杰生代表 在阿斯塔纳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发表致词 内容暗批中国侵犯他国主权 以及巴基斯坦为恐怖分子提供温床 同时苏杰生在峰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双方同意加强谈判 尽早解决边境问题 上海组织3号至4号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 召开第24届领袖会议 莫迪稍早前曾表示将出席 但后来改派外交部长苏杰生率团与会 并代表莫迪发表致词 莫迪表示 本届峰会是在冲突四起 紧张升级的背景下召开的 此时此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正重申相互尊重主权 独立性 领土完整 平等 互惠 不干涉内政 不以使用武力或者威胁动武 作为外交政策的基础 他提到 联通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要件 也有助提升不同社会之间的合作与互信 但尊重他国主权及领土完整 是建构联通性与发展基础设施的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 莫迪强调 会员国应优先打击恐怖主义 并警告 如果置之不理 恐怖主义将成为区域与全球和平的主要威胁 国际社会应孤立并揭发庇护恐怖分子的国家 虽然没有点名任何国家 但莫迪被认为是在暗批中国和巴基斯坦 同时 苏杰生在峰会期间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 双方一致认为 延长边境地区目前的局势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两国领导人同意加强外交和军事官员之间的会晤 以尽早解决留下的问题 对此 资深媒体人旁忠认为 虽然上河组织已从以中亚地区安全为重点的论坛 演变为一个拥有宏大目标的泛欧亚组织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不断变化的动态 推动了上河组织的发展 但是上河组织希望成为 准备与西方组织对抗的军事集团的前景 不太可能实现 尽管上河组织向外界展示了团结的形象 但其成员国之间存在许多分歧和猜疑 最明显的是中国和俄罗斯在中亚战略问题上的分歧 以及印度逐渐转向靠拢美欧 中国开始和俄罗斯一步步争夺中亚的主导权 为了平衡中国 俄罗斯后来把伊朗 巴基斯坦 印度 白俄罗斯都拉进上河组织 看起来组织扩大了 但很难达成协议 共同价值也不存在了 这期的全球视野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